随着电子竞技的蓬勃发展,王者荣耀,英雄联盟的MOB18游戏,一直都很受大家欢迎,慢慢的出现了很多游戏主播,王者荣耀是当前最火的手球之一,受到了很多玩家的喜爱和关注,也产生了很多王者荣耀主播,比如张大仙,扫白这种百万级人气主播,之前扫白的签约金额,微爆有两亿人民币之多。 主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名利双收的职业,但是有很多主播也会不小心翻船,比如哈士,相信大家也有听过哈士的事情了吧? 哈士凭借自己不一样的直播风格和晚间的操作水平,获得了一大票粉丝,就连小编身边的好友有不少都是他的粉丝呢,拥有顶级流量和粉丝的哈士,也算是大主播了,可以说是年少成名, 前途一片光明,哈士在虎瑶平台昏得如鱼得水,虎瑶平台也很重视哈士这位主播,还花重心打造哈士,希望他可以进入娱乐圈。 在这个时候,泰士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,那就是跳槽去斗鱼,原本前途光明的泰士,一个不正确的选择让他背上了千万局债,往日的光环已经不在了,泰士跳槽斗鱼违约金中审判决已经出来了,泰士需要赔偿4900万的违约金,小编看到4900万的金额的时候都蒙缺了,怎么会这么多? 泰士也表示,自己已经抽白了头发,之后在微博发了一条微博说,我就是一个漂亮小丑,4900万对于泰士来,说是笔据款,之后哈士被法院列为失信者的名单里面,泰士这笔罚款在主播里算是很少见的了,一般的跳槽的时候,自己都会去了解一下,违约金究竟要赔偿多少,目前哈士的处境也都是自己造的。 有网友说,中什么锅的什么锅,早就目前还限制了哈士的消费,这一笔添加的违约金,可把哈士的家人吓坏了,就连哈士的家人,都求虎牙放过哈士,放过他们。 面对这样的状况,网友们的态度就是,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? 对于这件事大家怎么看?欢迎大家留言评论,小编,小蜜。